2023年的3月8号 我们继续说国史 我们昨天说你千万别小看徐世友 这些人 这些人之所以在那乱世之中 跟着一面棋 跟随着毛主席最后 驴人众生之中沙奖出来 最后成了中国的历史人物 他们一定有他们的 那份你我都不具备的 那份天才的造化 那其他语的混音录说完了徐世友之后 这个 接着又说了 另外一半 什么另外一半呢 江青在文革初期的时候 曾经发过一个感慨 我都不觉得江青说这话 说的是有什么恶意 或许是他面对着一些 这个 这个 传统势力的时候 流露出来的一份 这个 无可奈何 所以无可奈何 毛主席这个江青曾经说过什么呢 江青曾经说过 说韩仙楚和许世友 是军中两霸 许世友 实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那么韩仙楚呢 实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后来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福建革委会主任 这个 军中两霸 两个大军区司令 两个诸侯 许世友后来不也是江苏省委 第一书记 江苏省各有个主任 这两个人被江青给放到一起 就挺有意思 因为他们俩在文革十年里 确实是很有故事 并且他们俩在文革十年里 走过的这个十年时光 他们俩很多地方比较相似 都是被造反派 给冲击过一开始 然后呢 都是因为 自己的修行造谎 最重要的还是 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 最后东市都是 这个 这个这个 有惊无险 都转位为安 始终就没被打倒过 始终是文化大革命 十年里的当权派 这两位 这是相同的 第二个呢 这两位都是颇有些故事的 军中的战将 在毛主席领导的那二十多年的 中国革命里面 他们两个人确实都是 见过功利过业的人 都以能打 或者善打 这个 这个这个 文明于军中 叫 威震三军 韩仙楚 七本里的回忆录 说到了 韩仙楚 说完了 曲事有之后 说韩仙楚 韩仙楚 这个人呢 我是在 我们这个 说国史的 这快两年前了吧 差不多 就是刚开始 讲的不久 就是讲到 1955年 寿闲的时候 我们曾经 有一个 专门的小章节 说过 韩仙楚 这个人不得了 这个人 我评价 1555年 授权 所有的一些将帅 你要说 真正能打仗 会打仗 那 韩仙楚 是绝对是 你排十个人 他能够排进去 我觉得 韩仙楚 不仅会打仗 韩仙楚 并且打过那种 甚至决定 这个 今日中国命运的 一起和诈 你比如说 这个解放海南岛 我们这个 在这个 说国史前面的时候 曾经提到 没有 韩仙楚 当时力排众议 甚至直接约了 两三级 直接那么跟毛主席 立臣 要迅速解放 海南岛的理由 并且得到了 毛主席的批准 然后 这韩仙楚 率领 他妈的 这个 四十军 然后四十三军 随后跟进 韩仙楚 还是第一批 第一梯队 随今登岛 那决心的意志 那是我欺谁的气度 那真他妈是上将军 这是让人 看到 韩仙楚 那个整个决策 解放海南岛的 全过程 和解放海南岛的 那个过程 韩仙楚这个人 你真的不能 不许他点赞 那真是大将军的样子 真的不得了 真不得了 像李作鹏呢 都算是 我觉得都是军中 很善打的 质有双全的人物 十人四十三军军长 李作鹏最后都有些 颇有些 有欲 那 而那个时候 你看韩仙楚 不得了 韩仙楚 我是 我是挺喜欢这个人物的 韩仙楚 我在外面 唱金 唱金句 我们的琴师 我们的老师 当年 就是 付诸军区 文工团的 吹小号 拉金胡 都干 那你跟他一聊 韩仙楚 韩仙楚 不得了 这点真是不得了 那个 并且呢 在东北战场的时候 那是林彪 绝对是 这个 放在手心上 爱将 韩仙楚 这个红军时期开始 这个 到抗日战争 然后到 这个三年东北解放战争 韩仙楚 相当长的时间里 都做副职 副团长 副旅长 纵队 副司令 你一听个副 你就知道了 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 他是志愿军副司令 什么是副司令 副军长 纵队副司令 什么副旅长 副团长 那就是打仗的时候 你要到第一线去 你到打仗的时候 你就是要下到那个 下一层级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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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列 里面去 去像都军一样 事实上就是 就是在一线打仗的人 所以包括 彭老总 还是颇有些 有 颇有些 犹豫 不太放心 最后派韩仙楚 不就是 韩仙楚 随三十八军 行动 跟梁阳楚 在一起办公 那时候 什么意思 是不是 所以 韩仙楚 正因为 他赴赴赴 那 韩仙楚 就是 这个 战功捉住 是不是 那是 专门的 负责打仗的 因为是 副职 所以 三下江南 那是北满 四宝临江 就南满 打得上 四宝临江 四宝临江的主干将 是谁 四宗 副司令 三宗 副司令 谁 韩仙楚 是不是 两个纵队 做过副司令 你就这样的人 新开令 是不是 什么 这个 国民党 千里军 五十二师 给全奸了 那都 韩仙楚 得意之比 得意之比 所以韩仙楚 1955年 受上将军 衔 那绝对是 明智实规 我们以前 说 元帅 大将 都不用回打仗 大将里 还有这么一个 苏裕 元帅里面 还有个林总 许总 包括刘帅 什么 他还 加上 彭老总 还打仗 也都会打仗 真正一线会打仗 你就到 上将和中将 去找去 那真正狠角色 都在上将序列 中将序列 而上将 真正的狠角色 韩仙楚 绝对是 不出前五名的人 在我这 所以韩仙楚 对于建立新中国 是有大功的人 那么 所以呢 后来呢 因为他打了海南岛 是不是 人家说 韩仙楚 当时不立牌中意 打进海南岛 邓华当时就不打吗 邓华一生 也是军中一战将 但是在决策海南岛战役的时候 邓华就保守了 这是实实 结果韩仙楚 越过邓华 直接跟林总回报 甚至越过林总 直接往军委派电报 正是因为韩仙楚的坚持 最后 如期按照他的意图 打了海南岛 拿下了海南岛 才使 今天 海南 海南省 当年还一度是 广东省海南地区 海南区 是不是 否则的话 实价不说 中国会出现两个台湾的 1950年4月份 5月份 拿下了这个海南岛 一个多月以后 6月25号 朝鲜战争爆发 6月27号 第七舰队就到了台湾海峡 一直到今天 台海量 这个 这个形势 如果当初 韩仙楚要不是 他把他痛下决心 拿下海南岛的话 那美国第七舰队 一样会潜出 到穷州海峡 海南岛今天会什么样 就不知道了 所以 韩仙楚是有大功的人 有大功的人 正是因为他的大功 毛主席记者 你拿下个海南岛 好 毛主席就把他给调到了 福建 让台湾知道 你对面这个司令 就是打败薛岳 薛国陵 拿下海南岛的 那个 韩仙楚 韩仙楚62年开始 做 福州军区司令 一直做到1973年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 他去 和他和皮定军对调 他去了南州军区 那么 我们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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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题 外边话差多了 我们说到 王达明之初 这个 七文宇在 福建 也受到了 藏外的冲击 但是就这些人 我说 韩仙楚跟许世友一样 你看 仗打得好 他可不仅仅是 他一代 这 这个 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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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简简单单的 秋八 这些人 这些人 都是天才的农民政治家 啊 这些人脑子里 那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份 政治的 这那那份天分 啊 都成就了他们 各自的一生 嗯 啊 其文宇说 其文宇说 福建军区司令 韩仙楚 来北京 解决福建问题 江青 叫我去 京西宾馆 看看他 听他说些什么 啊 我到京西宾馆的时候呢 他们已经知道 我要去了 好几个人 都是将军 在那里欢迎我 然后 其文宇就发了感慨 其文宇说 那些人哪 都是聪明的 不得了的 啊 啊 都是聪明的 不得了的 他就说 韩仙楚为首的 这些将军啊 这些人都是聪明的 不得了的 你说一句话 他能听懂你 十句 啊 其文宇 这也算是了 也算知识分子 是不是啊 啊 其文宇呢 在中南海 也行走了十多年了 并且那时候 是跟毛利奇他们 在一起 是不是啊 啊 毛主席的近臣呢 那是 就这样的人 啊 都这样看待 韩仙楚 等等这些将军 这些人 啊 聪明的不得了 你说一句话 他能听懂你 十句 啊 其文宇说 我向他们说 领导叫我来看看大家 问问大家 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 啊 齐文宇说了 领导 叫我来看看大家 问大家 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 韩 这个 齐文宇就说到这 人家韩仙楚 领这帮将军们 马上就说 感谢江青同志 感谢江青同志 关照 你看这把人 你说 你说他们多聪明 齐文宇就发感慨 齐文宇说 他们既不提 陈伯达 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 他们既不提 陈伯达 也不提总理 你说怪不怪 齐文宇到晚年的时候 回忆的时候 还说 你说怪不怪 这些将军 多聪明 你们他们多聪明 齐文宇接着说 可你要是光听他们说 那可都是造反派的错 他们都是受委屈的 你看这些人 其实我也了解很多情况 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 被他们视为异己的造反派 你想这些老军头们 什么阵仗没见过 那种羞尾干 那把黄黄丫头 那把这个臭小子 造反 敢冲着我们使劲 这些人收拾起造反派了 那一点都不手软 玩死他们 都不用动刀枪都能玩死他们 就跟他们玩正直 就让他们玩得死 韩仙楚也一样 这个齐文宇说的这个 他说的好像说这些将军 其实呢 他说的主要就是 韩仙楚 韩仙楚是非常典型的 是 文革夺权之后 六七年夺权之后 韩仙楚那时候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省革命晚会主任 那时候还是福州军区的司令 这个一度呢 造反的时候 冲击到了 韩仙楚 一度呢 还挨过批判 然后呢 就离开过领导岗位 但是韩仙楚始终牢牢的 把握着 这个福建的党权 大权 谁都别惦记 韩仙楚我就休息了 我就养病去了 我疗养去了 你知道啥 你不要冲击我吗 批我们 好 没等你来 老子在把疗养 身体不好 我得处养病去 我得休息去 让你 这个一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一团烈火 没地方 找不着柴 让你那妈 这个张牙舞爪扑过来 之后发现对手没有 不在这 不得了 韩仙楚那时候不得了 他不仅他自己 那就是 这说到底 就是这种 他们的这种政治天分 保了他们一点事能有 一点事 就跟你们这帮家伙周旋 包括自己 一些部下 福州军区的也好 什么地方上的这些领导干部 曾经当权派也 或者或者造反派 什么三节和以后 什么的 跟谁玩 都玩的 玩的 他妈的 利利索索 然后 然后 然后不光自己把自己保的那妈的一家老小平安无事 然后呢 重情重义 好 那时候受冲击不很多 军队和地方不都有很多很多 包括中央里面 包括很多很多的一些个老干部当权派 不都受冲击了吗 被火烧了 有的就就就就差被打倒了吗 好 只要你找到了我 还清楚 你只要落难的时候 你想到我还清楚 找到我了 好 我就把你接到我这儿了 你把你接到我这儿了 我就直接给你安排到 我的 我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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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亩三分地里头 看他谁敢 到这儿抓你 抓你 揪你 炮红你 火烧你 什么都不用干 我就把你接了 你就在我这儿吃喝拉扎睡 好吃好 我招待着你 远离他妈这些政治漩涡 全给保护起来 这还清楚 我跟文化大命说 他可真是没少干这个事情 上边拿他都没得 人家堂尔皇之的理由 还很清楚 文化大命 尤其初期的时候 这做了大量的这方面的事 所以看韩仙楚后来 啊 我大命到了 和林彪处事也好啊 你包括什么什么的 这个大平又清发言风也好 你包括花锋 夜景搞还原堂政变也好 你到什么时候 韩仙楚都是好人 都一批人喜欢韩 韩仙楚 保韩仙楚 为什么 因为有一批人都受过韩仙楚的恩 是不是啊 都曾经 这个占过韩司令的光 大量 你发大命说 包括卢瑞卿后来都去了福州郡区 让韩仙楚给接到福州去了 陈在造 720事件 陈在麻子 这对别人来说 这简直 这就是 这个巨大的政治风险 一般人不敢干这事 人家韩仙楚就敢干 人家并且最后 根本不担心什么政治风险 那你说 人家得混得多明媚了呀 是吧 哎呀 你说 说这个六七年 六七年 七二零事件之后 七二零事件之后 福州造反派那时候 咱妈呢 这个 那时候 军队造反了 七二零事件 是不是算 陈在道 陈老谭 什么的 那得了了 就福建造反派 也跟全国一样 造军区的反 造福州军区的反 一度都把福州军区 这个司令部大楼都给占了 都给占了 然后呢 这个 福州军区那时候 战备的需要修了好多好多这种战备的坑道 这个 造反派的照冲不误 曾经有那么一条坑道 马鞍山 叫马鞍山战备坑道 然后呢 这个都被这个谁 都被这个占领 都被造反派给占领 不仅这样 甚至韩司令 韩严祖他们家 都冲了 都被造反派给冲 结果冲完了之后呢 说他妈把韩司令 韩司令家冲了 找找韩司令反党的一些证据 是不是 就开始翻箱倒柜了 就开始找 最后呢就找出了这么一批 61年的时候 这个 备战嘛 防止这个 这个 常海深同学反攻大陆呢 林彪61年的时候去过 福建 视察 那当年韩严祖都陪着他 大超出了大批的这个 林彪跟韩严祖两个人的一些个 工作照和一些个合影 这可把这帮人吓坏了 可把这些人吓坏了 这家伙说他妈 这这还敢冲吗 赶紧的放回去吧 这是林彪主席亲民战友 这是啊 这韩拐子 当时这个 韩严祖平时 那时候这个 韩严祖腿不好 这个他说他腿不好 韩严祖那时候这个司令是司令 但是他经常组个小拐杖 文明棍啊 一个拐杖 走哪都是弄个小拐杖 然后 早晚派倒是给他请外号去 韩拐子 吓拐子 吓坏了 你看这 韩拐子是毛主席司令部人的 是不是 这林总亲民战友们赶紧撤 就赶紧撤 所以那时候 就是 这个 多少次 王大兵 整个那个过程中的多少次可能 有一万次机会 受到冲击和打倒 这韩严祖腿 各大军 老军头都面临这样的情况 但是你看看韩严祖腿 人家 文革 王大兵你要说十年 按官方正式说 说十年的话 人家韩拐子就悠悠哉哉哉过十年 要怎么说 江青说他是跟许致友一样 是军中两霸 后来甚至都没说 说福州军区和南京军区 那时候 中央文革都 真插不进 水泼不进 那是跟独立王国 是不是 哈哈 但没办法 那许司令 韩司令 都是毛主席信得过的 那 上将军 认谁 你拿他们也都没有办法 是不是 聊到这 谢谢大家 来吧 感谢观看